完了完了作业忘了写作业本你千万不能带 小刀你作业没拿 小刀作业 快小刀老师要是给我打电话 我就把你打成卡片 家长在校门口归着要求 停止家长打卡任务 我家也是确实很心累 我家也是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待会儿有领导过来检查 我得好好表现争取凭个优秀小学 到时候我就是最优秀的校长了 校长不好了 又出什么事了 有个视频说校长你 强迫家长和学生在当当群里 做一堆无意义的打卡 都逼得家长在校门口跪下来求你了 影响十分不坏 不是吧 女子膝下有宝石 怎么说贵就贵啊 快去找出这个学生家长 我要亲自找他聊聊 一会儿有领导来 大家准备做好欢迎仪式 怪小豆 你妈妈为什么要害我呀 啥 你自己看手机 现在大家都在骂我呢 还说要让学生转学 评论区太热闹了 有人说每天都要在当当上 打很多卡 不仅要拍视频 还要拍照片 拍阅读 拍手工 拍运动 拍家务 过分打卡要不得 真想把怪怪怪小学校长 也拍成卡片 不是啊 当当打卡 就是十几个群 发视频 做汇报 上个学 比我上班还麻烦 这个校长 要求太多了 每次作业打卡 我家孩子都怪我 打扰他学习 太浪费时间了 每次要打卡 十几次 一整天都被当当给控制住了 现在的家长 真难呀 我小时候没有当当 也顺利毕业了 不是不能打卡 是不能过分打卡 骂赛小豆 你妈妈让大家 说出了心声啊 别念了 看我被人骂 你们就这么开心吗 没有没有没有 不过校长 我妈妈就要面子了 应该不会做出 跪地求人的事情 喂妈妈 你早上 为什么跪在校门口呀 什么呀 我着急给你作业本 才不小心摔了一跤 就想坐下来歇一会儿而已 谁知道 居然被造谣了 大家会相信 还不是因为 你们校长 自己做的过分 过小豆 你妈妈说话 有点值 以后别说了 没事校长 知道是有人造谣 那我就用黑客技术 帮你查查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不能随便造谣 而且他已经侵犯了 我妈妈的肖像权和名誉权 如果他不澄清事实 还可以报警 好了校长 那个叔叔已经答应 删视频了 还给我妈妈赔钱了 好的 我澄清 上一个视频 纯属误会 是我听错了 但是 刘海嫂校长的打卡要求 确实太多了 作为家长 我还是想 遣遣他 怎么还在骂我呀 可能是大家 真的讨厌 过分打卡吧 校长 虽然评论区骂人不对 但实际上 我们每天 作业赶不完 也要先打卡 不小心出错了 还要重新录 实在是太麻烦了 就是就是 要是忘记打卡 就算是半夜12点 都要爬起来 补卡 好困呀 我爸爸妈妈 就常加班 为了帮我打卡 大晚上回来 都不能休息 对啊校长 我们老师也很累 要再十几个当当群 绿啪啪群 和皮蛋群 发各种通知打卡 和接龙 校长 这么说来 好像确实是你不对啊 你别说了 那好吧 我现在就去宣布 以后打卡不强制 取消不必要的打卡 全员减负 校长 你这是好校长 我们怪怪怪小学 是最人性化的小学 优秀小学评比 肯定没问题了